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们要住的这间酒店 在拱北口岸坐的士过去是大约12元 不知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有来过这里喝茶 今次我们就住在酒店 但我觉得其实喝茶那边比较漂亮 更大 这边比较旧色的感觉 今次我们也是先上网订了房间 也付了钱 但来到就要付300元按金 付了两张房卡 客卡会直接支你住哪里 对啊很神奇 很奇怪的是这间房间只包一张早餐券 但再买多一张要98元 我觉得有点贵 但如果想买的话是300元 咦 它走廊也挺黑的 咦 它走廊也挺黑的 房间其实真的不大 因为照片最终小 因为可能上网看一些照片 它比较大间 但是感觉挺干净 对啊 而且设计其实挺正的 我喜欢这张床 旁边的灯 认得它好像很漂亮 有一种简约风 电视也不小 电视有点值得说的就是 给38元就可以看24小时的电影 今次的插头是插到三脚的 其实厕所也是比较小的 也没有浓缸 也没有浓缸 我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的纸巾本身就装给你了 好贴心 这间比我们之前住的珠海酒店 价格稍微贵一点 但其实尺寸是差不多 不过是感觉干净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点分别很大 就是员工的服务态度 很少走廊会跟你说 之前的真的会比较不秋不彩 我听过不秋不彩 不秋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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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听 怎样的 比较广东歌 不秋不彩 不秋不彩 为什么死不了 你很笋 彩光很好 因为它很大张 但问题是 真的要换衣服拉链 平时也应该要拉的 有吗 因为外面也是没有风景 因为比较矮 还有没有人 很喜欢去旅行 是在酒店里不出去的 这间很喜欢进来 超适合你 早上喝茶 晚上吃海鲜 还有宵夜 你不用出去的 快上上下下下就行了 而且你还不用记住自己的楼层 你去掉下去就可以了 不要不见了卡路 卡路 哈哈 还有点我喜欢的 就是的士司机 知道这间酒店 你跟他说 新海里大酒店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上次住营商酒店的时候 我跟司机说了 他也是 蛤 一面问好 然后有一个直接 好像很知道 去了 去错 他很自信地去错了 对 如果说新海里大酒店 不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说是 越华路 再不然就跟他说是 越华路 本来我们有意图想拍摄 制作早餐给大家看的 我们是一张的 是 可以一个人去 但没有人醒到 所以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快点快点赞订我们 还有赞订我们 和赞订我们 分享我们的影片 快点快点快点